歡迎收看大新聞大爆掛 一樣老規矩來到子評收看 還有按讚 還有把連結分享推播出去 以及剛剛呢 這個來賓郭湛亮哥提醒我們 對50萬快到了 50萬的訂閱 所以請大家呢再加速一下 目前是49萬8千多的訂閱 好 那同時呢 我們看到什麼也快到了 投票日快到了 這個倒數24天吧 那來看到這個TVBS 所公佈的一個最新的民調 發現陳時中後來居上 所以現在墊底的是黃珊珊 那當然是講萬安還是第一名 好 只是我們也不禁要問 這一個月來 因為上個月的時候 10月初所做的民調 陳時中是第三名 好 那這一個月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接下來這不到一個月 台北市會發生什麼事 不過據說啦 這個週末要進行的是 台北市長的唯一一場的電視辯論嘛 那陳時中呢最近每天都在集訓 尤其他是白天的時間都在閉關 那聽說每天苦練10小時惡補 那還幫他模擬說 有人要你知道 如果是惡毒的話攻擊 他要怎麼樣來回應 好 那麼另外一方面來看到 現在大家都是為了選情這樣子 豁出去了 只是這樣好嗎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在桃園的部分 鄭運鵬放出了台積電1奈米要 落腳桃園龍潭的消息 很多人說嗨呀嗨呀 這會不會是搞砸了護國神山 反而是壞了大事呢 為什麼這樣說 我們稍後好好來分析 為你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 邀請到的是前立法委員亮哥 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東華大學教授施政鋒施老師 大家好 那目前我估計他正在停車場停車 快上來了 桃園市議員黃靖平等一會 會加入我們一起討論 不過我們先從這一份TBS 所做的民調來看起 為什麼才一個月的時間 黃珊珊會變成墊底呢 目前來看到支持度領先的還是蔣萬安 37% 陳時中一下子上來了 來到了27% 那第二名 目前第三名的呢 就是黃珊珊21% 好那這個部分來看到 10月 當時在這個10月初的調查來看 其實我們要看起了什麼樣的變化 陳時中呢 從墊底然後轉為領先了 現在反而超車黃珊珊6個百分點 好那但是呢 落後講彎的幅度也縮小了 上次是差距到10個以上 10個百分點以上 那這一次呢 縮小到10個百分點 好我先請教亮哥啦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才一個月耶 才一個月的時間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陳時中他到底做了什麼 這個民調我們就說 純粹用他的數字啦 一個月他之前是10月2號 現在是10月30嘛 那陳時中的民進黨支持度 從68變成83 這增加幅度非常大 好大喔 就是基本上就是民進黨的人 開始歸隊了 那黃珊珊的部分本來在民進黨是20 那現在只剩下10 所以我覺得主要的消長就是 民進黨選民回流了 那這個回流我在基層也看到一種現象 就是這個基本上陳時中的場 議員還是會到 那基本上就是說 那議員他各自在選舉 因為幾乎每個人的看板 都是跟陳時中掛在一起 那多少都會喊說 陳時中一票XXX一票 我覺得這個呢 這個是組織的效應會出來 那因為陳時中在民進黨 本來只拿到68 就是很不正常的 因為民進黨大概全國各縣市 大概除了侯友宜跟盧秀燕 那個超強的候選人 我們就不講了 不然在正常的情況 都超過75 所以危機的口號 只要開始喊動 因為你可以看到蔡英文 不斷的來台北市 推票 危機趕出來了 事實上他也吹不了別人的票 就吹到民進黨的票 就是把基本盤 就是極大化就可以了 極大化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現象 在投票值 現在一個月左右開始發生 那這個確實就是主要的原因 那而且這個現象是發生在 我們講就是發生在最明顯的是 60歲以上 陳時中從21%變成32% 60歲以上 那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可能大家沒有想到 就是30到39年輕人的 不是年輕人 年輕人是20到29 20到29 陳時中還是拉不動 可是30到39 也從20變成32 都大幅成長 10%以上 就表示說民進黨的歸隊 是主要是這兩群人大漲 那年輕人基本上 政黨取向比較低 我們講20到29 那這個就是黃珊珊未來的問題 黃珊珊的20到29 從35標到43 可是問題是這一群人 投票率是最低的 對 不穩 不穩定 所以這個當然就構成了一個挑戰 那陳時中本來68就是 初期的低 那現在慢慢的 他現在回到83 那那個 講完那早就已經到88 國民黨的40度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的候選人如果夠強 就一定破75的 那更強的話就超過80 所以陳時中現在就是 遲來的一個數字 還會再高嗎 不容易了 因為你到了這個點上 算天花板了嗎 不過你可以看到 因為蔡英文在2020年的總統選舉 他在台北市 他是拿到了44% 因為那個時候是對韓國瑜 那時候是 國民黨基本上就潰散的狀態 那我覺得陳時中現在的打法就是 希望支持蔡英文的人能夠投給他 就是這樣 他沒別招了 所以那陳時中目前 在2020年蔡英文的得票裡面 陳時中只有拿到57% 就說2020投給小英的啦 目前投給陳時中的只有57% 那21%跑到黃山山那邊去 那有11%跑去講話案那邊去 那因為蔡英文一定是有拿到很多中間票 才會有這個現象 所以陳時中現在的策略就是盯緊蔡英文 那可以看到第一個效應就是民進黨先回流 我覺得這個蠻明確的 那黃珊珊的綠票跑了嗎 黃珊珊還有10% 對那沈步雄又說呢 黃珊珊他只要拿到20% 講萬安就活了 因為黃珊珊支持度要掉到11%以下 陳中才趕得上 但沈步雄直接說這是不可能 我認為不可能 我認為不可能 因為綠營我也蠻了解 綠營很多還是 就是淺綠到中間這一段 還是有蠻多人的啦 那這群人我認為就是支持黃珊珊的啦 那現在只是說淺綠的被 有一股力量把它拉回去 那一股拉的力量就是4億元 我坦白講就是4億元 因為台北市國民兩黨的市議員 有一些區真的蠻強的啦 比如說我隨便講 民進黨中山大同市議員真的很強 所以民進黨如果真的開始權力動員 四林北投也很強 那一定會拉回去啦 那國民黨比如說內湖南港 然後松山信義很強嘛 所以就會把它拉回來講話 我覺得最明顯就是港湖啦 我有特別去注意啊 港湖黃珊珊竟然跌 下台了耶 下滑 從28跌到16 對 跌很多 市場游淑慧 早就跟我講這個論調 游淑慧喔 因為游淑慧就跟我講說 你去想一想我們內湖南港是 李彥秀 雀梅莎 游淑慧 李明賢 還有那個吳士正 五個人啊 五個人都很強耶 那何珊珊也只是其中一個議員啊 那何珊珊算你議員超強好不好 然後三萬票好不好 那才幾趴 所以當這五個市議員啊 開始全力說 吹票 蔣萬一一票 游淑慧一票 蔣萬一一票 李明賢一票 就拉回去了 就這個意思了 所以我認為 所以你去看那個陳時中 陳時中他旺華從20變28 對 陳時中本來旺華是很弱的啊 對 因為防疫的關係嘛 對 可是萬華民進黨顯然就是有基本盤嘛 還在喔 民進黨當然有議員的基本盤嘛 所以他就拉回28 拉回28陳時中第二 他已經追過黃珊珊了 那黃珊珊能夠拿到26已經很不簡單啊 因為那邊他一個議員都沒有耶 對不對 所以表示黃珊珊個人 他在萬華中間就撐住了26 這已經很難了啦 那民進黨跟蔣萬一就是靠議員盤 撐住了嘛 就是這樣 那剛剛講的這個黃珊珊的綠票跑了 淺綠票跑了 那會不會有可能 就是那如果本來要投給他的淺欄票 感受到了迫切的危機感 所以可能會回流給蔣萬安 這個有可能啊 可是他的淺欄票 本來就不大 相對綠票來講 因為蔣萬安早就集中了 早就集中了 那我就這樣問 那蔣萬安還會更高嗎 蔣萬安 因為你這個 那你這個最後還是有 未表態的人有一些可能會出來投票嘛 那假設我們如果從 你要看投票率多少嘛 那蔣萬安目前已經到了37嘛 我認為最後投出來蔣萬安應該會是在40到43之間啦 就他也沒有很強啦 他也不會衝到45以上 那40到43是有可能的 那第二名很可能會落在33到35之間 大概是這樣 那黃珊珊還有可能更低嗎 我認為黃珊珊選到17已經相當低了啦 因為他曾經一路都是很穩定的在20以上嘛 所以我認為他要再低不容易啦 因為除非未來還有很明顯對他不利的事啦 現在看不到 那市政辯論基本上對他是有利的 我認為這個禮拜的辯論 他會占到便宜 他會占到便宜 可是問題就是說因為沒有那個互相結論 交鋒 對 所以你不會看到對方立即的反應 所以就會比較不容易對照出對方的囧態啦 你知道我的意思 因為他分三段嘛 做完深論然後中間然後最後結論 那理論上我也可以不回你啊 那我們就沒有交鋒啊對不對 所以這種沒有交鋒的比賽 就不會有人得到很大的分數啦 那可是因為相對上 黃珊珊對市政比較熟嘛 然後他口才便捷嘛 這他比較容易突出啦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就這樣子來請教史老師 那目前的這一份民調趨勢看得出來 就是好像藍綠各自歸對了 那現在是他投票日只剩下24天 所以我最後可以斷言就是說 這有可能最後演變成一場藍綠大戰 藍綠對決嗎 也就是講完陳時中PK 最後是這樣子嗎 這本來這種Saka都這種情況之下 照說在光譜上中間的黃珊珊 或者是民眾黨應該可以左右逢源 對 但是如果變成藍綠對決的時候 就有點是各自歸隊會被夾殺嘛 那我們目前看到民進黨在台北也好 然後百公百業 那國民黨呢基本上好像他就是在固守 他的這個所謂的天花板這個部分 OK 但是就是說重規重矩嘛 所以唯一現在目前拉到 拉捨到的就是黃珊珊是最明顯 甚至高鴻安也可以看得出來啦 OK 所以呢這個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一開始民進黨 我看他找陳時中來 他已經打定主意就是說 他的戰術就是說 我只要把這些勝率的吹出來 基本盤這個固守以後呢 其他的就是因為我行政執政黨 我本來就有資源有優勢嘛 所以他其實是不怕的啦 OK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目前為止我會覺得說 我去看了一下 其實我也看了別人 郭正良看那一份TPPS 那我也 因為我們知道中廣也有嘛 還有其他單位今天有公佈 基本上那個事是一樣的啦 那我看了一下就是說 黃珊珊的部分 年輕人他其實 還是有民眾黨的固定 但是呢他40歲以上呢 其實是相當的弱 OK 這個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然後呢女性的部分說 女性不一定投給女性啦 這是一個還蠻好玩的這個部分 所以說他的人設的部分 我覺得黃珊珊大概是重規重矩啦 好他認為說我穩扎穩打 潛藍潛力都有嘛 但是呢到這目前為止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是各自歸對的樣子 所以我是說 好回到我做一個結論 一開始小英或者是民進黨 他一直擔心就是說 藍白之間會不會有棄保啦 那所以呢 所以他不希望說兩個差距太大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全力打 這個蔣萬安的時候 就是邊垂化邊延化這個黃珊珊 那是效果這兩個禮拜已經出來的 那接著因為他 陳時中已經超車了嘛 所以也沒有棄成保皇 這樣子效應啊 所以現在唯一我看起來 唯一有可能 最後光頭的時候會不會出來 所以我現在看到唯一可能 最大的變數 就是藍白之間有沒有所謂的 趙沙剛講的合作或交換 但是現在沒有人敢講 所以目前為止 我覺得除非有很大的變數 那大概就是目前看到的 蔣萬安還是比較穩一點 當然有人形容 目前他的民調看起來 感覺好像是銅牆鐵壁 攻不破 不過來看到這個 另外一位資深媒體人 偉安他的觀點 他就是黃珊淺綠的支持者 回歸綠營 淺藍支持者最後可能轉為支持蔣萬安 那最後就是蔣萬安和陳時中 兩個人對決了 最後勝負可能這只有3%左右 誰能夠爭取到中間選民 誰就會贏 那個T台民調 黃珊珊國民黨的支持者 還有14% 你看還有14% 民進黨是10% 好那近平怎麼看這一份民調 你覺得目前的態勢演變 我跟資深的媒體分析的 那個偉安他的看法不太一樣 因為他說大概支持者勝負 就是在3% 我認為這個當藍綠各自歸對之後 因為從剛剛施老師到我們 郭正亮委員都提到了這個 藍綠各自他的回歸基本盤效應 那最近這一個禮拜 氛圍的確也是如此 然後不管是各家 有機構效應的藍綠民調 其實呈現出來的效果也是一樣 我最近剛好也跟幾個 台北市議員 我們同黨的同志同臺 私底下在錄影之外 也有聊一下他們在地方上 碰到的狀況跟選情 包括鍾沛君啊 李寧賢議員啊好幾位 聽了他們一下的反應 我也綜合一下 我歸納得知喔 我大概研判說 蔣萬安的得票最後的差距 10月26號他跟這個陳時中 必定會拉開 必定會拉開 必定 不是不一定 不是不一定 我講話要口齒清晰 必定 我們要下標的 肯定 肯定會拉開 不會只有3% 我認為會超過5% 那或許大家會覺得 靖民你怎麼這麼樂觀 還有20幾天喔 對啊還有20幾天 但是除非我如果 如果這個意在 聽起來10% 所以我說一定超過5% 我說如果是我出入意料之外 那一定是陳時中或蔣萬安 犯了沒辦法在這20幾天 彌補的大錯 出的包很麻煩很難 很嚴重諸如此類的 但我相信 任何在這個首都市長 這一場選戰當中 大意不得也犯錯不得 所以他們雙方陣營 一定會很小心 包括撒卡都的這個民眾黨的 陣營黃珊珊 也是一定會很小心啊 只要抓到對手的小便子 群起而攻之 那更何況一定小東西 都會這個小題大作放大 那我認為蔣萬安非常有可能 蔣萬安喔 藍營的蔣萬安一定會超越 丁守中跟連勝文的 40.82魔咒 會 會超過 一定會超過 40.82 記住這個數字 40.82% 2018年 丁守中 最後台北市長得票 雖然下修270票 變成這個 577096票 但是得票率差不多也是40.82 2014年 連勝文他在得票率最後是 60萬以全文會統計為主 60萬9千932票 得票率也是40.82 很奇怪 這兩屆剛好對手都是 那個柯P 柯文哲 2014年連勝文選得票率是40.82 他雖然票數是60萬票 將近61萬票 那到了2018年 換成這個丁守中挑戰 那個連任的柯P 還是40.82 然後票比連勝文少了3萬多塊 4萬票 577096票 所以我認為 從這個2014年跟2018年 因為2014年 剛開始黨內出選的時候 那時候我有參與 在協助 聖文哥 連勝文的陣營 我有在幫他 然後這個到2014年 他整個完 這個選完之後 然後2018年換成丁守中 丁守中呢 一開始的選舉 到時候對 讓大家印象深刻 是白開水打法 跟我們一開始 今年在五六月七月 前後這三四個月 在評論蔣萬安的時候 大家也都說蔣萬安是佛系 剛剛這個進廣告之前呢 近平議員講了一個數字 他說蔣萬安這一次 一定會打破丁守中的 40.82%的魔咒 可是認為是打破多少 而且呢 就一定能贏嗎 當然打破40.82% 你講到重點 不見得一定會贏 但是我認為 把這個跟陳時中的差距拉開 他的勝選機率就非常高 40.82% 我認為一定會打破這個魔咒 然後甚至往42% 他的得票率 從42%往上追加 上看42%以上起跳 所以我才會說 他要領先陳時中越多 然後當然 這個 黃珊珊他也不能 這個他的 像剛剛我看那個 沈富雄大了 他是提到說 如果掉到這個11%以上 這個黃珊珊11%以下 那個陳時中才可能趕上 所以言下之意 照沈大佬的說法 11%到20%是黃珊珊 剛剛好的得票率的話 陳時中就起不來 那這個 蔣萬安又可以領先 但我不認為 黃珊珊只會有11 12% 以黃珊珊跟民眾黨 和柯P的 雖然他不見得會全部 南瓜柯P的票源 但是起碼15 16%以上 我認為這個黃珊珊 他沒有落到這種程度 其實我也有接觸到一些 台北市的朋友 也是有支持黃珊珊的 也沒錯啊 所以在這個前提下 黃珊珊的基礎 如果他15%到16% 就是剛剛我講的 在沈大佬預測的 11%到20%的 練局當中 那陳時中不會贏 然後蔣萬安獲勝的 舉例較高 所以我認為說 當沙喀都的情況 黃珊珊的票源 當然也是會減少 不可能在像之前25 26 27 28 跟這個陳時中啊 蔣萬安三國 這樣子分庭抗禮啊 三個陣營 就是剛好正三角形 那個正三角形 會慢慢轉化為 等邊三角形 就是陳時中 蔣萬安 藍綠 等邊 然後稍微這個 蔣萬安會往上衝一點 然後這個黃珊珊的狀況 會慢慢的變成 好像越來越窄 越來越窄 就他的這個 他的一個民調支持會 越來越少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黃珊珊 今天會動怒的地方 昨天前天 當一些民調公布之後 對他鄉情不利 然後尤其是 剛剛亮哥有提醒我 提到說 有台的民調 甚至到10%以上 然後甚至趙大哥 喊出來說 是不是棄北 保新竹 是給民眾黨的一個建議 讓黃珊珊更是 氣得跳腳說 藍綠都在這樣操作 媒體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是做二萬一啊 可是不要忘記 黃珊珊自己之前也講過 他認為藍綠都在操作民調 那如果有什麼數據的話 就端出來給大家匹匹 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其實同樣的黃珊珊 今天在講這個時候 他也沒有把他自己的民調 數據告訴大家 他只不斷的從昨天 今天我聽到他喊了兩天 他是作惡妄一 作惡妄一 如何作惡妄一 我覺得這是黃珊珊 自己要想辦法 穩住他的這個方式 因為照我現在看來 123的排序就是 蔣萬安 陳時中 黃珊珊 那黃珊珊碰到的是 藍綠兩大的這個陣營 在本身台北市 既有了一個基本盤 這沒辦法 這本來就是一個這個政黨組織的優勢 我所謂組織 還有Tim Walker 那個組織盤 不要忘記議員也在選舉 藍綠的議員提名都很多 我今天看到一堆民眾黨的議員提名 候選人站在黃珊珊旁邊 也是有一個想要打團體上的優勢 但是他們忽略掉了這些議員 幾乎民眾黨大部分都是新人 藍綠都是已經老將 然後有他們既有的社團跟組織票 有他們的這個服務基礎 所以我說在這個議員票 同時拉台刺激之下 蔣萬安超過40% 陳時中他必須這個超過30% 他才不能落後這個蔣萬安太多 甚至可能會追到35% 所以我認為最後的這個差距有可能會 剛剛我呼應我一開始講 偉安的那個狀況 如果陳時中是35% 蔣萬安是42%以上 那不就是超過5%嗎 那當然還要看這個黃珊珊 到底得到的是多少 但我覺得他不會成為關鍵的keyman 第三者說去影響陳時中或蔣萬安 而是說蔣萬安跟這個陳時中 彼此雙方的差距如果拉開的話 你看今天綠營就已經很多的招式都出來了 新的包括打蔣萬安 他是不是沒有辦法協助台灣參加國際組織 要去參加那個抗中的這個聯盟 所以側翼包括林昌組 這些也開始加入了去打這個蔣萬安 然後從昨天開始就不斷的去羞辱 或者是攻擊蔣萬安 你就知道說綠營的策略是從中央立法院 各個立委還有他的這個中間的幾個策異 不斷的去圍剿蔣萬安 就是希望把蔣萬安你看 當你知道說綠營打不下來 可是用群體而攻擊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們的主要目標是誰 你就知道他們想要把誰的支持度拉下來 之前是黃珊珊很明顯 那現在是變成了因為科皮斯言 所以當時他們想要把科皮斯言 圍剿科皮的力道 加在黃珊珊身上 那現在呢換成蔣萬安 就是他們現在的這個主要目標 所以你看到民進黨打誰 你就知道很大概清楚的可以判斷 他們現在主要的這個狀況和他們 希望能夠追趕以及落後的對手 在哪一個方向 不過靖平剛剛分析了得票率 我們來看到這個蔡英文總統 他可是對於這個 陳忠得票率頗有信心 他昨天晚上他到了景美呢 幫陳忠站台駐獎 那裡面就提到了 他有個算法他也在算票啊 他說他自己啦 蔡英文自己2020年的時候 在台北市的總統大選嘛 得票率是53% 那他說當時文山區的得票率是 46.5% 文山區是深藍 他說所以呢陳忠 在拿到46.5%的票 就當選囉 那小英總統呢我轉述 他說這次陳忠呢 46.5%就當選了耶 聽起來很不錯啊 那我們的目標是53.5% 如果超過我給大家 加獎一次 小英是這樣說的 那當然就是說 大安文山區的 小英自己都只拿到44% 對啊 陳時中哪邊去 他他說台北市的得票率 超過53%耶 然後大 然後文山區的得票率是 46.5% 嗯 小英講的 然後呢 那但文山區的居民 像中沛軍在那邊跑嘛 他就說很多地方媽媽啊 最近都在跟他打探陳時中的行程 問陳忠什麼時候要來為什麼 他說已經準備好要罵他了啊 那只是 就是小英總統很樂觀啊 看起來啊 是不是 亮哥 他這種算法 小英大概很久沒有見到 小立元教授了 我跟你講那個 叩叩大罵小立元總統府不是 很生氣嗎 嗯 表示總統府是 很尊重他的專業 嗯 所以這個就是 精神講話嘛 加油嘛 哎 領導人是沒有 說失敗的權利的啦 他當然要鼓舞大家嘛 而且文山是什麼區啊 就是啊 我選過文山啦 拜託好不好 文山區有一次啊 賴四寶見到我 跟我說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阿亮你來選啊 你那個 再叫另外一個人出來選三卡路 我一樣贏啊 他說另外一個藍的沒關係 那個地方的選民結構 他說藍的分成兩個 分票也都沒關係 他照樣贏我這樣 講話講到這個程度 文山區 在民進黨不好的時候 是3比7啦 正常是35比65 你就知道有多懶 你就知道有多懶 所以 蔡英文那個是很不一樣的狀況嘛 因為 那個時候是國民黨已經崩了嘛 因為韓國一出來 郭台銘也被惹怒了 那國民黨有一堆人就覺得 算了不要投了 而且那一年是反送中的高潮 整個大環境的氣氛之下 那個30歲以下幾乎一面倒 今年哪有這個氛圍啊拜託 所以 這個就是這個打氣的話啦 陳時中如果信以為真 那就完蛋了啦 可是小英總統還說 他預約了 預約了要當陳時中的國際局長 好不好 他說因為陳時中提出了台灣的總項 更怎樣 這更讓人家覺得 這個完全是開玩笑嘛 所以他到底 他不可能去做這件事嘛 對 所以大家就知道他是在開空投資票 那空投資票就表示 不過小英後面有補一句 但你要選得上 所以這個是在捅還是在酸 可是我們也知道 小英不可能去當他的局長嘛 總統 還是他知道陳時中不會贏 沒有啊 你聽到那個聽眾的心裡面 就覺得說 這就是講好玩的啦 講是不是 用台語講就是講是不是 就是 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嘛 他就說你要選得上喔 後面那句才是真正的話 那我覺得陳時中 能夠衝到35以上 就已經算選得很不錯了 35以上他就篤定第二名了啦 對不對 那第二名還是輸啊 我知道 有人 我看很少人說他會贏吧 現在已經 我覺得民進黨的市議員 也很少人認為他會贏 他們只是希望能夠鞏固住基本盤 因為 坦白說民進黨上次 任何議員選得不好嘛 那 可是這次講完又比兵手中央強一點 所以國民黨今天是很樂觀喔 很樂觀 你也這樣講了 我講了議員 議員很樂觀 議員排滿樂觀的 所以 民進黨那些議員 光是擔心自己就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 自顧不暇 自顧不暇啦 說實在 可是他們基本上 並沒有放棄陳時中 這跟姚文治不太一樣 因為 2018我記得非常清楚 有一些人真的 不想得罪柯文哲 所以就不表態 這個蠻明顯的 你覺得國民黨 台北市議員的選情很樂觀 那市長呢 市長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是最穩定的議區了 當然你不要去比盧秀燕啦 那個比什麼嘛對不對 就是 焦灼區啦 比如說 蔣灣相對於 謝活良 相對於張善政 就穩定很多了 對 好 那所以呢 那另外兩位並不是說 不一定 就不會當選 不一定喔 可是就是他們兩個 還有變數 還有變數 好 那因為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剛剛特別問亮哥的 昨天晚上在景美 這個小英總統直接喊出了 文山區46.5% 只要拿到這個數字 就當選了 所以施老師也覺得 小英是在吹哨子壯膽嗎 那基本上他還是就是 顧盤嘛 護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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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上次已經可以到那個樣子 至少這樣 所謂的表面張力到那個部分 其他就是百公百業來處理就可以了 那我必須要講說目前為止我會認為說民進黨是老賢窄窄 也就是戰術成功了 包括叩叩姐打蔣萬安那個部分 我們認為說應該是好像是爆頭嘛對不對 但是好像那個效果結果回來是沒有錯啊 拉抬蔣萬安然後壓地這個黃山山嘛 那像我們剛才講文山好了 黃山國應該是文山的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會用他來這裡 就是說這是一個國民黨大安文山 是他的本命區啊對不對 竟然也可以拉到45% 就是相當不簡單的嘛 那另外我必須要講說這個 小英的個性有點像是蜜歡 咬住就不放 你知道我們動物裡面最討厭的一個是獵狗嘛 獵犬嘛 什麼都吃你吃他也沒有用 哪一個是蜜歡 你看還記得上一次這個連任的時候被 那種動物會放屁耶 所以我覺得這老師 是不是因為他講話也會放屁 我都不知道啦 因為他隨便說 你看他都做馬當有器嘛 我來當你的局長嘛對不對 但是我們知道說上一次 那個連任的時候出選是一套 本來應該是一套糊塗嘛 還在邊選的時候邊出選的時候 邊改遊戲規則啊 但是到最後竟然怎麼會翻盤呢 那個時候我們看了好多 就是他頂多是V卡的而已啊 你怎麼跟他比嘛 所以呢更何況他現在是有行政之眼 不過我還是 當然兩位就是說 對於講是相當的這樣的有幸 我們說因為你在野黨挑戰 但是任黨至少要10%以上啦 對 這一點 第二個因為接下來週末有一個辯論啦 對 我會再講萬安太過癢了 我這我的判斷啦 OK 那黃珊珊是你知道重規重局嘛 他必須要去辯護KP的市政 但是呢陳時中 瞄瞄的兩年多還是那個瞄瞄的那樣子 你可以說他EQ很好 你也可以看他其實是很皮很皮的那個樣子 好OK所以我是覺得 週末這個是應該一個觀察點啦 如果講萬安表現得更穩 不過這時候也不善於攻擊 當然我知道就是說 如果能守住的話 不要上當那個陷阱這個部分的話 那也許就可以 好像就可以接下來這三個禮拜 就比較穩一點 就是陳時中先求穩這樣子 在這一場的辯論 好可是呢 因為你知道現在選戰呢 已經打到最後關頭了 那在昨天我們看到民進黨立委林楚英呢 他直接揭露了這一段現場 畫面這個是蔣萬安還有謝國良呢 在基隆掃街 結果這樣子我們昨天其實有先講了 就是碰到救護車要經過 那在現場很多民眾想說 請讓一讓 好那林楚英的說法是說 兩個人呢還是等 就是在那邊大喊競選口號 動算動算啊之後 動算完了才讓開 所以林楚英直接抨擊說 選舉選到沒人性 當然其實不管是謝國良或是蔣萬 尤其謝國良陣營 在第一時間又回應了 他回應得很快 他說其實他們第一時間 就已經退到齊樓 整個的競選團隊的人馬 讓出通道 他也提醒到大家 當場就提醒喔 不要擋到救護車 好那同時確認救護車 暫時沒有要離開 車上也沒有人 才繼續他們的掃街行程 他說呢當時救護車 一直停在這個地方 是因為要等病人 不是在等敗票隊伍 那蔣萬安就說呢 這是民進黨惡意截圖 看圖說故事 綠營不要為了選舉 再度扭曲事實 好那陳中呢 就說有黨到就讓開 好就讓開就好啦 好何必在那邊說一大堆呢 好那麼同時這個 林楚英呢他不滿說 大家覺得說他好像打這個東西 打歪了是不是在造謠 林楚英就說他 揭露這個影片的內容 其實就是來自謝國良的直播影片 他說非常清楚 就是謝國良蔣萬安兩個人 擋在救護車前面喊動算 好他說這個是 謝國良自己的粉專 拍到的證據 還要抹黑實在是把大家當白痴 好那先看到這邊呢 我先請教競平啦 就是說因為雙方都有說法 那尤其是不管是橫中 林楚英或者是吳思瑶 其實他們都特別強調就是說 在擋在擋救護車 那蔣萬安和謝國良說沒有 第一時間又已經是讓開了 那那個時候救護車呢 他其實停在那邊不動 是因為還在等病人 那因為民黨其實也 你看得也很清楚 你也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就一直在強調擋擋擋擋 就是要拉高仇恨值嘛 對他想要塑造這個蔣萬 既上次市場這個掃街 然後不小心在這個大堆人嘛 有一個這個富人這個跌倒之後 然後他要行塑 蔣萬安就是反應慢半拍 然後這個包括蔣萬安本人 跟他的團隊沒有同理心 然後貴公子權貴的這個形象 跟這個庶民有差距 不夠接地氣 他塑造是這種反差形象 但是不容易 因為就像人家講 你不用看照片或是看影片 觀看一段畫面會說話一樣 林楚英委員自己都說 這中間隔了27秒之後 救護車開始動了 然後一群人就讓開了 27秒27秒不到30秒 就是一分鐘的這個時間 那我其實昨天就在跟這些綠媒 還有他們的這個名嘴 他們就是要找這個地方 找這個破口 要找這個他們認為是破口 認為是雞蛋裡挑骨頭的破口 有絕佳的機會不可能放過 一定要很酸特酸大大的 形塑這種我剛剛講的 那種反差的形象 因為你找不到什麼地方 可以去修理蔣萬安跟謝國良 蔣萬安踩到基隆的這個界線 基隆有可能 雖然有些媒體都說是1%的翻轉 就是1%之內的差距可能翻轉 不是蔡世英翻轉 就是謝國良翻轉 但以地方上來看 目前看起來還是看好度 謝國良的一面大於這個蔡世英 所以好不容易你找到一個地方 可以去修理這兩個帥 修理謝國良跟蔣萬安 你怎麼能放過呢 那好好的修理羞辱 然後你看他影片就故意開始這樣拍 我跟大家講啦 救護車我們都看過很多 就像畫面這樣 如果你真的擋到他的話 他會鳴笛 他會啪啪 然後救護車甚至司機 都有那個擴音器 他直接會說前面你請讓開 不要擋路好不好 我們剛剛看到很多社會新聞 看到很多的這個行車記錄器 所呈現出來的畫面 幾乎都是這樣 那一種很明顯的情況 就是應該就是一般家屬也好 通報什麼樣的一個長期的這個疾病 需要長照或是慢性病的患者 他在等病患 等病患下來之後呢 然後 上了救護車 救護車就離開 離開的話 他如果說像我們那很緊急的 偶一偶一 他也會緊急的 鳴笛前方的人車 都要盡量的避開 沒有人白目到這個時候會 會在那邊擋住 不讓你走不讓你走 contrib exploded 了 回來 我有點想像 開火 形容 有 其實 他 那個 quot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